军情局惊爆供典案 就在两岸敏感时刻 爆出了金警局有两名退役上校 周天慈跟张超然 还有一名退役少将岳志忠 多次到中国大陆建对案的国安人员 疑似提供国防军情局成员的个资 检调在昨天搜索三个人的住处 漏夜复训之后 依涉犯国家情报工作法 国安法 御令 岳志忠 还有周天慈各数万元交报 而不断喊冤的张超然 还说自己是台湾赫赫有名的特务 是清白的 但是法官不采信 迅后裁定积押警戒 被媒体问听的关键字立刻发表 军情局退役上校张超然 事先卷入共敌案 被移送北京复训时 频频喊冤 你有去大陆吗 我是国家派去大陆干工作的 退役也可以去 干特务 保卫台湾安全 帮台湾的特务 我是赫赫有名的一个大特务 强调自己是台湾特务 保驾卫国 但检调查出案情没这么单纯 他多次利用通讯软体 联系中国国安人员 拉拢引戒军情局内的退役高官 借此让对岸获取情报 仍是部件献名据点的资料 而是案的退役上校还有他 你是间谍吗 退役上校周天慈不敢多谈 但却被查出与张超然都续这起共谍案的关键角色 你是共谍吗 满头白发退役少将岳志忠 已经退役将近20年 同样卷入共谍案 与张超然周天慈退役后多次前往中国 而根据检方调查 张超然和周天慈 从2013年起就陆续到中国见对岸的国安人员 2015年带着岳志忠到中国 岳志忠更是连续两年附中 接受周天慈委托交付文件给对岸 而他曾任职情资研系单位 一次都给出军情局人员各资 我这是第二次被人家等 第一次我被教育 十几年年 十几年年被教育 检方约谈三人 另外也约谈四名证人 包括岳志忠受将的妻儿 讯后预令岳志忠周天慈各数万元交保 一路喊冤的张超然 法官不幸认为他受犯重罪 有逃亡串供之余 才准积押境界 就综合不到